从来没有中国车企能在日本车展上大放异彩 但是比亚迪做到了 就在此时此刻 第一次参加东京车展的比亚迪展台 火爆程度丝毫不亚于国内 尤其是仰望又晚 日本媒体对比亚迪的关注真的不比国内少 之前日经社就对海报进行了拆解研究 是研究不是对比 因为日系新能源 真没有哪个能跟海报对比的 说实话 今年的大小车展我去了好几个 比亚迪的展台都是人山人海 所以走出国门一点都不例外 你不得不承认一点 新能源汽车领域 比亚迪的国际影响力已经相当之强了 当我们的关注度还在每个月看比亚迪 国内卖了多少车的时候 人家比亚迪已经把目光放到了全球 2021年比亚迪首次出口挪威一个国家 到2022年的时候 已经出口全球40多个国家了 今年出口新加坡的Auto3 也就是国内的元Plus 1到5月累计销量 拿到当地纯电市场的冠军 今年上半年 中国汽车整车出口234万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79.5万辆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 空前强劲 也正如比亚迪老板王川福曾经说过的 未来引领汽车市场的 不是美国人 不是德国人 而是中国人 而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